歡迎收看 週一到週五晚 今天8點鐘的 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我是一佩 趕快來介紹今天兩位 應該是位很吵鬧的來賓 首先呢 我終於把他判來的 就是我的小女朋友 豪木園小子 耶 你終於來了 但你是在騙通告的 沒有 為了這個通告 我還是有認真的上網做一下功課 真的假的 雖然平常沒有在做菜 但是我還是有學一下 但我覺得妳實在太天了 因為妳不知道 妳今天跟你PK的這個人 他可是甜點高雄 然後還有鮪魚 鮪魚會做甜點 我是有去上甜點課的 然後我自己在家會做 可能就是節日 像我前陣子是做翻糖的狗狗 八隻翻糖狗狗 翻糖 可是那個是我最近 又往蔡依林之路賣進的狗 沒有 就是最近想學 我覺得剛好有緣分 就去上了那個翻糖的課 對 看了兩位年輕女孩 開出來的菜單我滿訝異 因為其實步驟都滿複雜 營養成分如何呢 會不會激怒營養師呢 我們就來歡迎宜玲 哈囉 我是宜玲營養師 我現在有點心平氣和 我要壓自己我的氣 真的嗎 好 妳不要順氣 妳如果看到他們 等一下開出來的食材 妳應該會暴怒 妳知道 他們這種年紀的 才二十出頭 他們吃什麼都不會胖 沒錯 他們最愛吃的就是垃圾食物 對不對 對 可是那個甜點 可是因為老闆很開心 我會在節目第一次發脾氣 真的 尤其是我跟你講 最會把妳惹生氣 就是我女朋友 可以 小豬我問妳 妳平常都做什麼料理 平常 就炒泡麵 或咖哩飯 而且炒泡麵 我之前在三年前做炒泡麵 還讓她喜歡上我 誰啊 講出來 謝謝 妳是誰 就一個喜歡 原本沒有喜歡我的男生 我就是因為炒泡麵給她吃 她說 天啊 也太好吃了吧 天啊 妳以後都煮炒泡麵給我吃好了 因為其他都太難吃 我吃不下去 真的 有炒泡麵對到 是因為這個很好吃 現在是要做給小朋友吃 對啊 小朋友是我們國家外來的主人 對啊 都要吃得很健康 對 妳不能煮炒泡麵 他們要吃得開心 因為開心才會有 我們未來才會有希望 而且小朋友會有夢想 對啊 好啦 為妳放棄小吃 我們來聽聽鮪魚 鮪魚會做什麼料理 其實我們家是 我媽媽他們北方人 所以其實我們做很多麵食 就是從麵粉一直到成品 像貓耳朵 然後麵疙瘩 對 或者是像饅頭或是什麼烙餅 都是麵食類的 還有那個炒餅 炒餅 炒餅 炒餅超好吃 其實跟妳講 妳炒餅妳中間還要 妳還要炒土豆絲 然後豆芽 然後蛋蛋蛋絲 然後包起來像捲餅一樣 所以妳該不會自己 會包水餃吧 我會 水餃從餡料 從就是一整根的菜 然後到肉餡 從麵粉開始 麵粉妳就開始 所以妳弄那個皮 然後發酵 前一碗就要先弄掉 所以在妳們家 沒有那種去買水餃皮 餛飩餅皮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餛飩餅皮什麼都自己做 還有那韭菜盒子 天啊 小豬妳先叫計程車回家 就要計程車 過年我們一起去拿家 但說實話 我應該只會做水餃 其他的也都不會做 但是妳健康多了 妳健康多了 真的 因為今天帶來的東西 也沒有很健康 因為我剛剛在外面吃得很開心 真的 就是小朋友的代表 好吃 今天兩位其實都是臭小孩 但是小孩要哄小孩 你們OK嗎 OK的 我很喜歡小孩嗎 我喜歡小孩 可是我覺得我對小孩 哄小孩比較沒有一套 沒關係 我幫妳 因為我不像他 然後這樣 一起來玩吧 然後這樣 現在小孩都很聰明 然後就說妳白癡 真的假的 沒有 妳這樣一講 我覺得我有算算多了 你知道嗎 好 今天兩位 就要針對於我們的食材 來做PK 究竟是什麼食材 當然就是要交給我們的 外景特派員大愷 看看大愷今天跟小榜首 在市場裡面幫我們找到什麼食材 不得了啦 大愷又來啦 是的 我們食材特派員 今天我的小榜首在哪裡 你們三個讓我好緊張 來…我們先點點名 Ryan 要 Rachel 要 Jasmine 要 好了 三個小榜首都到齊了 我們今天的任務 就是… 先仔細看喔 我們要來找到 叮咚 我看看 這個是什麼 爆米花 這個是爆米花 所以我們今天要找爆米花 Ryan 妳覺得它是什麼 飯 超飯 飯 它是飯嗎 妳覺得它是飯 超米 超米 那Rachel覺得它是什麼 超米 它是超米 OK 妳是飯 然後妳是超米 然後妳是什麼 超米 妳也是超米 妳剛剛不是說它是爆米花 爆米花跟超米花 好 那我現在跟妳們講 它的正確名稱呢 就是我的工作 一百公克 一人一百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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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擔心今天的小幫手 他們今天走進去菜市場裡面 然後說一人一百公克 然後老闆會問他說 你們一人要什麼一百公克 好了喔 你們今天的工作就是找到 一人一百公克 可以嗎 可以 走 出發 你們要問老闆什麼 有沒有一人一百公克 沒有 對不起 老闆那妳可以告訴他們哪裡喔 有 來前面那個麥婷妮那個阿姨喔 好 謝謝老闆 好 謝謝老闆 那個完全無聊 你們不謝謝老闆 老闆跟... 謝謝老闆 拜拜 一人 你看一人 妳要不要找找看 妳覺得一人是哪一個 是他咧 是他嗎 我怎麼覺得比較像他啊 這個是什麼 那個是綠豆 這個是綠豆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紅豆 所以你們確定是這個嗎 對 那你們要不要跟老闆娘說 我們要買什麼 一人一百公克 謝謝 他們要買一人一百公克 每個店都是算 一百公克喔 沒關係 那還是我們買一斤好了 好 好 直接買一斤 這樣一斤對不對 對 好 一斤多少錢 一百塊 一斤一百塊 好 OK 來 收起來 好 那謝謝老闆喔 來 帶著我們的 藝人一百公克回去 謝謝老闆 好 謝謝老闆 那至於藝人要怎麼挑選呢 我馬上來問一下老闆 來囉 老闆 那想要麻煩妳告訴我們 舊式娛樂觀眾朋友 怎麼樣挑選好的藝人 好的藝人就是大小 我們看大小要整齊 我好擔心老闆娘突然說 好的藝人最好是 講話口條要好 然後最好有點梗 我們要挑這個藝人啦 對 怎麼挑 那就是藝人就是大小要整齊 然後摸起來要硬整 不能太軟 太軟就是放太久的 來來來 Ryan妳幫我摸摸看 它是硬的還是軟的 這是硬的 這是硬的 那除了挑選硬的之外 還有什麼重要原則 看起來只要有那個白白 太白就是會有發霉 太白是發霉喔 對 那需不需要把它打開來 望聞問切一下 可以 好妳聞聞看 藝人會有一種味道 藝人我知道 會有一種異味嘛 對不對 就像哈密瓜有哈味是一樣的意思 藝人有一個清新的味道 我來聞聞看喔 沒錯 這就是我們平常喝藝人湯的味道 來 Jasmine妳聞一下 很香 很香 OK 好的 所以我們確定了 好的藝人呢 小朋友是不會說謊 他告訴我們 我們的小幫手跟我們說 好的藝人聞起來很香 就是一個自然天然的香氣對不對 怎麼樣保存 保存就是 如果買回去的時候 家裡有那個 有罐子 蜜蜂罐子 你可以把它回家 倒在蜜蜂罐子上也可以 對 或者是家裡有夾煮飯 夾煮袋把它放在夾煮袋裡面 直接封頭 東西來我們放一個乾燥劑 放在裡面一次 就是我們平常吃完餅乾有沒有 那個多餘的乾燥劑 因為照老闆的說法 其實藝人是很容易受草發霉的 對不對 對 你就把它丟進去 對 我們都知道說 吃藝人會有一個功能 就是降血 降血脂 降血脂還是降血壓 好像血壓脂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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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你這麼一講 感覺藝人一定要大吃一口了 那至於藝人要怎麼料理呢 小幫手 我們今天非常成功順利的來到 這個市東市場 成功採買我們的藝人 來 我們一二三一起說成功好不好 今天我們的任務 小幫手 一二三 成功 Yeah 好 今天大愷幫我們介紹的特選食材 我們來就是藝人 但是呢 要關心藝人之前 我們要先來關心藝人 感覺好像是藝人 對不對 不是 是吃的藝人 白白的藝人 我們要關心藝人 是說 最近冬天 天氣比較不穩定 常常會下雨 然後下雨的話 如果你家又沒烘乾肌 你把衣服晾在外面 總覺得會濕濕冷冷的 感覺好像弄不乾 所以就有些人就會把衣服 掛到室內 可是要小心喔 衣服掛在室內 是會有危機的喔 不管怎麼晾都晾不乾的 冬天北台灣老是濕冷 衣服洗了好難乾 其實秋冬上衣服沒那麼難 掌握快乾pipo 不要花上個兩三天 也能迅速晾乾 洗好全家的衣服 晒一髮有玄機 只要掌握一長一短 交錯晾乾 就能加速晒乾速度 空間會造成風的流向比較順暢 然後衣服比較不容易乾 不會臭 上衣服想要快乾 但可要注意 很多人擔心下雨 所以把試衣服放室內 不過這可是錯誤示範 施衣服放室內 根據英國研究指出 這會導致梅菌包子滋生 會引起氣喘或皮膚過敏 即使搬進除濕機 也不能抑制 梅菌形成 冬天曬衣可別途方便 搬進屋內 導致室內 潮濕難耐 掌握亮衣原則 衣服才會快乾又乾淨 記者吳嘉文 你被宣 台北創活動 我相信看完這則新聞 很多電視機前觀眾朋友 都有怕到 因為很多人都會把衣服拿到裡面去 用除濕機那種什麼 用除濕機量 尤其是那種租房子的 他們沒有所謂的陽台 所以幾乎都會這樣做 對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 如果你把衣服放到屋內的話 真的會有黴菌產生 那跟 黴菌跟我們今天的藝人 該不會藝人可以趕走黴菌吧 藝人你會發現 他可以當成食材 也可以當成藥材 藥材 對 因為像中醫他們的藝人 他們覺得是濾水器 剛剛其實提到潮濕 容易有水器 其實容易有皮膚發氧 或過敏 或是有些可能太 水氣太多會發霉 對 所以中醫的理論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站在我們營養學上面來講 其實 藝人他是營養價值非常非常高的 電腦位 藝人他是營養價值非常非常高的 電腦位 藝人他是營養價值非常非常高的 電腦位 藝人他是營養價值非常非常高的 澱粉類的東西 真的 澱粉類 他跟你吃飯 吃玉米 吃饅頭 還有剛剛你提到吃什麼貓耳朵 用澱粉做的 吃地瓜其實是同一類 他就跟吃飯一樣 簡單講一下 因為有人會關心說怎麼替換 大概是四湯匙的藝人煮熟的 大概是換成半碗飯的一個熱量 所以如果你今天甜點 或是什麼用藝人來吃的話 你晚上可能半碗飯就要剪掉 但是他很特別的是第一個 他具有美白的功能 對 然後另外他的藝人成分 其實他可以降血糖 而且也可以降血脂 所以其實當然 如果家裡有三高的 其實很適合 另外小朋友 因為他其實 如果你要選藝人 我建議可以選擇一些 有穿衣服的藝人 什麼皮的 這是紅藝人 我們在講說是那種 膚皮的藝人 是喔 這是比較粗一點的藝人 他基本上來講 他的膳食纖維是很高的 需要脫殼嗎 就是不脫殼的 就是不要脫衣服 他一同吃皮的道理 跟吃檸檬皮的道理是這樣子 對 其實就是不脫殼的 那他本來有膳食纖維 那膳食纖維 其實他可以促進腸道的蠕動 幫你排住一些 所謂的一些不好的物質 其實很多過敏的體質 其實他有一些過敏人發現 他其實是 比如說有些有素便的人 或是他腸道 其實是很多壞菌 其實很多菌 他會造成所謂的過敏體質 所以反而你把所謂的腸道 促進腸道蠕動 把一些不好的素便排出去的話 你的過敏體質反而是會降低的 藝人可以美白 所以對於對抗什麼 有一些老人班 還是什麼班點 是不是有多多少少有一些效用 因為他本身其實藝人 百分之大概 50%到60%都是水分 所以其實水分本來 就可以促進皮膚的代謝 那其實在藝人裡面 確實他有美白的成分 所以你如果說適度的吃是OK 但是不宜過量 因為我剛剛提到 他是澱粉類的東西 所以其實還是適度 對 還是會胖的 了解 好 既然是藝人的話 兩位就要用藝人來PK囉 我們先看一下 只會炒泡麵的小豬 他今天要端出什麼料理呢 滿天都是小欣欣 沒錯 你這就是忠孝東路賣的 那個雞蛋糕 那是 那是欣欣的形狀 對 欣欣的雞蛋糕 我今天做的是 非常有營養成分的東西 真的喔 因為我是藝人加上地瓜 然後下去煮 然後煮成像 用地瓜代替麵粉這個東西 用地瓜代替 對 就是地瓜加一點點玉米粉 然後下去把它變成 妳現在是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沒有 是真的 他就是 因為他用地瓜 因為麵粉是精緻實 對 所以他用地瓜 地瓜是比較有營養價值的去代替 妳有發 妳為什麼 妳覺得好像 這道我做的有沒有 沒有 他剛剛在旁邊一直都看我做 而且怕他學起來緊張很煩 所以這道料理 妳現在已經駕輕就熟了嗎 我會了 已經會了 但是我滿期待鮪魚的 因為小豬這等於算是餓補 鮪魚是平常就會在做菜的嗎 我是跟藝人玩佐貓嗎 看不出來有藝人對不對 對啊 因為我覺得藝人很多時候小朋友 因為我們今天做給小朋友吃 小朋友會怕那個藝人味 其實藝人有一個很重的藝人味 有一個 有點類似像草扑鼻這樣子 對 草扑鼻 今天我要讓小朋友吃不出藝人味 對 所以我用甜點去包裝 好 今天除了兩位藝人要來PK之外 我們要介紹四位小小美食評審 介紹的是Jasmine Rachel Ryan 還有Roy 好 好可愛 有活力 有活力 你們往後站一點點 怎麼了 四位就是你們今天的小防守 趕快進入我們今天的PK賽 鮪魚今天先要來幫我們做 她今天的料理是跟藝人玩躲貓貓 那用的食材有什麼呢 薏仁20克 白糖40克 煉乳少許 草莓6顆 奶油乳酪200克 鮮奶油300克 草莓醬2匙 牛油1小匙 香草精1匙 跟黑巧克力150克 好 那接下來怎麼做呢 接下來是先泡薏仁 因為薏仁需要泡 那薏仁如果一般的話 她就泡4到6個小時 OK 然後或者是你前一天晚上泡完 放在冰箱隔天也就可以用 了解 然後泡完之後呢 薏仁它會膨脹 對 比原本的膨脹之後 你就下去煮 煮的話基本上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把薏仁放進來煮了 煮到快沒水的時候再加一次 我會習慣加兩次 因為這樣薏仁會比較軟一點 因為薏仁很多時候吃起來會有顆粒感 會有口感 然後你煮完之後呢 如果你希望薏仁的口感Q一點 那你就把它悶著 如果你時間夠你就把它悶著 好 那我們現在薏仁其實我們是熟的 然後稍微煮一下 加個熱 之後我們先把薏仁撈起來 我們既然講到薏仁 就來考考一下 大家薏仁的小知識小常識喔 要問問大家說 下列薏仁當中 只有一個才是真正的薏仁 請問是下列何者呢 A 楊薏仁 B 小薏仁 C 珍珠薏仁 D 白薏仁 小豬你要不要回答一下 白薏仁 蛤 你覺得是白薏仁嗎 對 原本我覺得珍珠薏仁 但他覺得白薏仁 那就白薏仁好了 好 白薏仁是嗎 對 應該也是白薏仁 是白薏仁嗎 因為吃薏仁會變白 所以不明思議一定是白薏仁 真的齁 對啊 對不對 Yeah give me five 恭喜大家答對了 是嗎 你答對了耶 這一點有點難度喔 因為外面很多薏仁都號稱薏仁 你知道把前面那個拿掉有沒有 全部都號稱薏仁 事實上呢 像楊薏仁 小薏仁跟珍珠薏仁 他都是大麥仁 他的品種是屬於大麥仁 大麥仁跟一般的白薏仁 他的營養價值是有差的喔 就是我們在俗稱的所謂的 我們一般所謂的真正的薏仁 叫做白薏仁 對 他的膳食纖維是比較高的 對 他的營養價值相對也比較高 那他的口感吃起來呢 他會是比較Q一點的 那如果你在外面吃一些剉冰啊 或者是有一些那種甜點有沒有 他吃起來比較滑口 然後比較稠一點的 那個就是假的薏仁 但是他也 他不能號稱薏仁 他就是我們講的大麥仁 那我問一下 那在四神湯裡面放的咧 他是白薏仁 是大薏仁 對 比較Q一點 所以其實只有大薏仁 比較有薏仁味 其他三個比較沒有薏仁味 所以大家要記得要吃白薏仁 白薏仁也就是所謂的大薏仁 白薏仁要更好一點就是紅薏仁 就是那種類似像有帶 就是剛剛有提到有穿衣服的 那種類似像超薏仁 那就是超米的超 那它其實事實上 它的膳食纖維更高 而且它是歸類在顴骨類 顴骨類意思就是說 它可以抗癌 可以提高抗氧化能力 了解 所以其實很好吃才藝 好 瑋瑜 你現在弄到哪個步驟了 接下來 因為我們其實原本薏仁 就煮得差不多 然後它的汁大概收到 其實大概 剛好滿上的薏仁 其實就夠了 然後我們把 因為我們要 為了不要讓薏仁味那麼重 我們把薏仁蜜過 對 就是我們加入白砂糖 或者是你們加冰糖也都可以 然後我們煮到它的那個收汁 就是所有的水收掉 然後那薏仁就會有甜味 然後可是記得 這個過程中 你一定要一直攪拌 對 對 因為不然它很會掉對 OK 對 如果你是用火的話 好 好 稍微攪一下 然後其實我們這邊 我已經先前事先先準備好了 對 蜜過的薏仁 蜜過的薏仁大概是這樣 這個樣子 喔 酷耶 它會帶一點黃黃的 它就是糖的 對 我這個做的呢 我沒有燜 所以它會稍微有點口感 可是 重點是因為我們還要需要 因為你放在甜點裡面 你不可能用熱的 對 所以我是先冰過 冰過的薏仁呢 就會再有一點口感下去 所以做好的薏仁呢 熱的薏仁記得 可以先放到冰箱裡去冰 對 蜜過的薏仁 因為你甜點裡面 一定要放冰的嘛 OK 很多人會覺得說 巧克力就是 隔水加熱是要把 巧克力的碗 那個放在熱水上 但其實不是 不是嗎 隔水加熱你其實是要用 熱水的水蒸氣 讓巧克力融化 它是喔 對 是這樣子 對 然後呢 今天我用的巧克力呢 是可調溫的巧克力 什麼叫可調溫巧克力啊 可調溫的巧克力 就是你的溫度 需要去做調整 我現在呢 這裡邊是150克的可調溫的巧克力 然後我今天用的是大概 70%到80%之間的 OK 所以稍微苦一點 因為我想說 不要那麼甜 對巧克力比較不好 你還看了一下營養師 對 因為我做甜點很怕被營養師嘛 對 對 他用了黑巧克力 沒有甜點我覺得 偶爾吃是可以啊 你說你說你天天吃很多甜點 那當然對健康不好 是 但因為還好我們今天的食材是藝人 它是其實膳食纖維很高 很酷耶 瑋瑜現在在弄的話 它下面的這個鍋子 會一直冒出水蒸氣 是 然後水蒸氣它就會去融化上面的 它下面已經開始有一點點融化了 很酷耶 好 然後繼續 原來隔水加熱是這樣子來的喔 是 好 我們現在差不多 我們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是幾度 看一下幾度 應該是還要到全部融化 現在才不到30度 對 可以再等一下下 好 那如果你沒有調溫器 你要怎麼看說 巧克力是不是溫度到了呢 你除了它全部融化之外 你可以滴在手上 大概是我們洗澡的那個溫度 嗯 洗澡在比 大概洗這個 洗澡的溫度 就差不多其實是OK的 來看一下現在是幾度喔 30 30 32 很快耶 真的很快 因為其實大家全部軟化大概就50度了 好 OK 50度了 50度了 那我要關起來是不是 沒有 我把它拿起來就好 拿起來就好 我們把它拿起來就好 然後 接下來就是剩下巧克力放進來 然後我們利用剛剛的餘溫 餘溫去也是一樣一直化圓 對 然後去把它的溫度降下來 50度之後呢 就把剛剛的其他的巧克力放下去 去做一個降溫的動作 其實已經融化了 好酷耶 然後那我們就先把巧克力放到一邊去 等它稍微降溫一點 然後我們先來做餡料 你放給我好了 好 借我 我幫你攪拌嗎 好 你幫我畫圓攪拌 借我過 接下來我們要做餡料了 奶油乳酪 它就是像你做青乳酪啊什麼 它都是用這個奶油乳酪 鮮奶油300克 然後再加這個 好酷 你還想吃啊 這是鮮奶油嗎 這個是鮮奶油 天啊 好棒喔 這太罪惡了 我不要吃 我都不敢看 老師 對啊 這個又油又糖的 對啊 接下來我們要打 我現在已經把鮮奶油 跟奶油乳酪加進來了 好 小心喔 會噴喔 很緊張 對啊 緊張 這個大概可能需要打個 三分鐘左右 我開比較高速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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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滴不下來 這個其實就是差不多的 你要用甩一甩 好 接下來我們 像就可以加果醬 如果你喜歡 我今天加的是草莓醬 因為好像搭配草莓 那草莓劑 我就把它全部加進去好了 我今天買的那個草莓醬是 可以吃到草莓顆粒的 是真的草莓醬 真的草莓醬 你可以再放一點點的煉乳 煉乳的話就是甜 對 那這個煉乳跟香草莓 就是可加可不加 因為今天不要吃太甜 因為衣裡在燉你啊 對 我就是自己在家做都很大方 然後再來香草莓 香草莓其實我覺得可加可不加 或者是如果你想要健康一點 你可以用香草籽去代替那個香氣 它就是一個香氣 就是那個香草莓啦 對 香草莓 好 之後就是我們的主角藝人 我的藝人 因為我不想要他顆粒感太重 所以就要少一點好了 對 其實他剛剛加的這個草莓醬 他真的慢慢要挑 就是要是真的是草莓 有的他是會寫說他用 他的原污料上面還有寫草莓 那可能因為草莓醬本來就會 用一點糖 所以有的他後面就會寫糖 但是如果是假的草莓醬了 第一個 他一定沒有所謂的草莓的顆粒 的纖維一定沒有 第二個 然後它的顏色是用色素 假的草莓醬了 第一個 它一定沒有所謂的草莓的顆粒 的纖維一定沒有 第二個就是它所謂 它是用所謂的香精 然後它的顏色是用色素 所以很多人吃假的草莓醬 其實有的小朋友會容易有一些過敏 或者是甚至有一些 可能比如說 氣喘這些 那有的小朋友可能會影響到 他的那個注意力 就是不集中 了解 所以其實你買這種果醬類的東西 其實現在很多小農 或是有很多那個超商 其實都已經賣的是真的果醬 比如說橘子醬 草莓醬 你只要仔細去找 其實都找得到真的 好 你把它切小一點之後 丟進來是不是 對 因為我不希望藝人的 因為小朋友會怕藝人 很多會怕藝人味 對 所以我把藝人那個 切稍微碎一點 好 然後放進來 拌一拌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它會稍 然後這個是有稍微一點冰過的 對 拌好冰過就變這樣子了 好 接下來鱷魚 就要把那個巧克力 把它放到膜裡面對不對 是 你可以去買巧克力的模具 因為這樣做膜比較快 然後放進來 放進來 那如何做巧克力杯呢 來 來 怎麼弄 這樣子 然後順著轉 好療癒喔 真的好療癒喔 香脆 這個之後就放 你做好的這個 你就放到冰箱裡 大約冰個40分鐘 到一個小時左右 出來就會變這樣子 出來就會變這樣子 這個是還沒脫模的 怎麼脫模 從旁邊撕 然後如果呢 因為 對 然後如果說 你怕你自己手溫太高 像我們剛剛做完甜 可能手溫太高 脫模之後會融化怎麼辦 你可以泡在冰水裡面 我終於知道 為什麼甜點都要賣這麼貴 因為甜點做起來很複雜 感覺手工 對啊 我先把外面一圈撥完之後 然後 然後 療癒 療癒 好美喔 這樣就是一個完整的巧克力杯 好美的 好 接下來是不是要把那個餡料 放到那個杯子裡面去 對 所以我們其實拿 如果你一般有擠花袋也可以 那如果 或是這種塑膠袋其實也OK 對 然後我們就把 醬稍微用飯棒裝進來 好的 好的 把它弄到一邊 稍微剪一個洞 這裡最黑 OK 好 擠的時候大概就是你就繞圓 繞圓這樣圓圈 好療癒喔 這看起來也太療癒了吧 好 好 耶 應該差不多是四個的份量吧 應該差不多是四個 其實這個是這個限量比較少 但是剛剛給的那個食譜大概是做十二個 十到十二個 OK 對 看你有沒有浪費 好 我們接下來就是裝飾的部分 因為剛剛我們加了草莓醬 所以我今天用草莓 上面裝飾就用草莓 洗過草莓之後 然後切片 切一片一片 但是你不要把它切斷 就是不要切斷 這樣子 因為這樣它就可以有一個立起來的感覺 做甜點真的是有意思 對 好 就是我們切完之後 你可以這樣把它打開 像一個扇形 對 扇形 然後拿一個來 拿一個來 之後你就是把它放在上面 這樣就完成了 完成 耶 可以吃了 好美喔 這張我連看我都很想吃耶 不過我們當然是要等小豬做完 才能吃喔 我們來看一下黃沐妍要做什麼料理 今天小豬要幫我們做的料理 是滿天都是小星星 食材有什麼呢 地瓜450克 450克 薏仁130克 奶油起司60克 糖25克 奶油10克 起司粉一大匙 玉米粉一大匙 糖一大匙 黑芝麻適量 還有白芝麻適量 怎麼辦 我怎麼覺得你們兩個做的東西 都感覺是跟我們的營養師的營養 對 它都是跟我們相對 但其實我沒有吧 我還有地瓜很營養耶 但我地瓜講的話 其實他們還是有用高鮮的食材 對 就是用地瓜啦 用薏仁的部分 可是我希望你的糖跟奶油 可以加少一點 少一點嗎 來喔 好 我們首先就是要將薏仁去泡溫水 泡4個小時後 好 那個薏仁泡了4到6個小時之後呢 我們就要把薏仁煮熟 然後薏仁煮熟 加糖後就跟瑋瑜說的一樣 就變成蜜薏仁了 所以你們一開始做的步驟是差不多的 就是一樣的 OK 你可以用蒸的或是用煮的都可以 了解 就變蜜薏仁了 蜜薏仁 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要切地瓜 然後把地瓜切得小一點 因為切小一點的話 它才比較容易蒸熟 然後蒸熟後我們要把它碾碎 就是讓地瓜泥變跑出來的樣子 對 我們先把它 做成地瓜泥 地瓜泥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應該會比較怕吃 一大塊一大塊的地瓜 為什麼他們要給你這麼小的刀 沒有 我覺得我說得罪人 他說這好難切喔 到底有什麼事嗎 我發現小路真的沒有在做菜 沒有 水果刀切地瓜 對啊 不是 我這個人就是覺得不想麻煩別人 你們準備什麼我就用什麼來做這樣 對 對 我們先把它切小小的 然後 好 把地瓜切小塊小塊 切小塊的後 我們就把它裝起來 然後到後面去蒸 好 蒸 蒸 對 蒸完了之後 蒸夠久 蒸 蒸個差不多等它熟 10分鐘 20分鐘 半小時 應該要20分鐘左右 20分鐘 對 OK 蒸完之後就變這樣 對 就變這樣 然後我們變地瓜泥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 來 把它弄得像地瓜泥一樣 然後看已經變成 已經把它攪碎 我會壓成泥 對 壓成泥 就是用這個後面這樣壓 來... 這樣子啦 慢慢的壓 對 這是平常 因為我有做馬鈴薯 真的喔 對啊 然後我有做馬鈴薯 雖然我們東西不夠精緻 但是就是在家裡 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做 會讓家庭感覺變得越和樂 對 地瓜確實的價值還滿高的 你們小朋友其實 看他們小朋友常常有時候 會玩一些電動玩具 或是看電視 要多吃一點黃色的食材 黃色包括地瓜或南瓜 其實都非常好 了解 太多了 跑出來 而且地瓜又高纖 高纖維很高 對 好 小豬姐姐 妳要不要自己弄一下 對 他們很想幫我 然後想說 好 我們今天變地瓜泥以後 我們就把那個糖加進來 來... 糖在這裡 來...妳加 我也要加 全部加進來 全部... 全部加進來 然後加進來 營養師的臉都綠了 對啊 太多了嗎 我幫你弄... 好 然後把起司 起司 起司 那個玉米粉 來... 乖 玉米粉 然後加進來 好 妳這個可以拌得開嗎 拌得開啊 黃沐妍 拌得開 拌得開 都會有奇蹟發生的 什麼奇蹟發生 我們這樣就OK的 有什麼奇蹟啊 OK的... 沒有啦 因為我們現在是用這個 平常在家裡 是要用那個攪拌的 不是妳知道妳少加了什麼東西嗎 少加了是不是奶油 妳少加軟化的奶油 難怪拌不開 而且人家趕快加 因為它快融化 對... 而且其實一般蒸好的地瓜 是熱的 熱的會比現在放一點 涼的更好拌 對 我是想考考你們 平常我們都在做事情 對啊 乖 很棒 然後我們就 No... 變成地瓜以後呢 都可以啊 而且其實啊 可以交代個小Payboard 妳可以拿一個也是夾鏈袋 然後把蒸好的地瓜 放進去 糖 奶油 然後妳用壓的 對 然後之後拌勻之後 會比用碗 然後用那個湯匙 這樣攪來的方便 或者是說妳把它放在那個 夾鏈袋裡面之後 如果妳家有那個擀麵櫃 對 用擀 擀麵櫃用擀的 它一下子就變地瓜泥了 OK 角度一段會不會啦 會啦... 然後攪進來以後啊 妳為什麼是看起來那麼乾啊 因為它地瓜放了比較久 那奶油是要放進來對不對 奶油 怎麼辦啊 現在怎麼辦 不是 奶油一定是要放進來的 確實滿意 都已經放進來了 所以我剛剛覺得 為什麼攪不爛 就是因為旁邊這個東西 我們沒有放進來 妳覺得碗太小妳要不要換個大碗 我幫妳換個大碗 他們旁邊一直跟我說 不要放... 然後一直問我 為什麼這麼乾 好... 我就知道有問題 因為我記得 全部東西都要加在一起 說阿公 做甜點不是應該很開心 對啊 它整個做甜點 對 好 等一下... 他來不及了... 快來不及了... 我快來不及了 然後攪一攪... 然後呢 我們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對 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我剛剛 事前先做出來的樣子 對 就是這個 為什麼上面還可以 上面 就是剛剛還沒講完的 等一下 你們兩個... 因為小豬姐姐已經要爆發 他怕他發火 你們兩個先不要講話 因為他已經怕他發火了 然後對 就變成這個樣子以後 我們就可以拿模型出來囉 妳剛剛說妳要什麼 愛心... 我們要愛心 好 那妳說妳要什麼 妳要... 欣欣 好 我們就先把... 等一下... 不行... 那個還不能放進去啦 那個還不行... 來 下月亮 好 我拿一個月亮 妳不要管他們 妳弄妳的 好... 我發現坐在旁邊滿開心的 等一下... 來 把妳的愛心拿過來 乖 不行 你要先給我 不能我不能做 來... 這要發火了 欣欣也可以 來 給姐姐一個 來... 好 我們剛剛做的東西 放進這裡面 好 擠花袋裡面 好 我想要放我自己的 好 妳自己的 等一下... 我們就把它全部放到擠花袋 綁起來 不用... 不用綁... 不用綁嗎 好... 好... 來... 我要做猩猩囉 妳看做猩猩喔 而且其實像在上模具的時候 對 如果你怕你... 拆模不好拆 你可以塗一點奶油在邊邊 對 讓它脫模的時候比較好鋪 OK 然後做猩猩的話 我們就會先把那個腳 先把它補起來 就是把腳補起來 好 幫妳 來 幫我壓住 我們把腳補起來後 等一下才可以做到全部 不然等一下很難用 好 補起來後 然後再開始把簡單的 鋪一小層進去 鋪一小層 應該多一點 對 那它先鋪一層進去 好 我有東西... 等一下 好 我們就可以抓一些 藝人進來裡面 好 等一下 我這邊還沒弄完 我要抓 來...好 你抓... 來 不是 等一下是要抓這個 家庭的藝人 他抓了他 好 來... 我們就抓一點進來 好 這個太多了 好... 就這樣... 這樣夠了... 好 那我們再做把它 好 我們先擠一個星星 因為姐姐現在有點趕 沒辦法 我先把這個弄完 對... 我做完星星囉 好 然後... 對... 對 又鋪一下 對... 那時候小朋友比你還會 我覺得我們都要用那個 用那個筷子 然後把它滾一滾這樣滾過去 可是因為現在 姐姐今天忘了再筷子來 我們就先用手將就一下好不好 好 給鏡頭看一下 對... 它鋪好之後 它就是下面先鋪一層底層 然後中間夾了藝人 中間夾藝人 上面再鋪一層 對... 然後它最後的話 為了平整 就會拿筷子這樣子撈過去 然後就會完整 所以你用手也可以 用手就會比較有點凹出不停 弟弟先 好 弟弟先 好 那接下來這個東西 你就要把它 要放進去烤了嗎 放進去烤 對 好 你做一個就好了 其他可不可以玩 你們會不會 就是先弄一小層 然後再放這個再放 妳擠... 那接下來我們是不是 拿進去烤囉 好 然後烤出來後呢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這樣 然後我們就要用刀子 把它的邊邊角角都畫一遍 不然的話它黏住的話 是打不開的 脫模啦 對 那大概要烤多久 大概烤個10分鐘吧 10分鐘吧 對 大概預熱200度 200度然後烤個10分鐘 對 烤個10分鐘 其實烤起來很像薯餅的感覺 對啊 可是上面沒有擠到嘛 那兩個不要吵架 慢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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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乖 對 好 把它脫模之後 就變成一個星星了 星星 這個樣子很像我們吃那個薯餅 星星薯餅的感覺 對 可是它比較有營養 它是有地瓜在裡面的 而且沒有炸的 對 而且它中間有加內餡 那你芝麻什麼時候要放嗎 芝麻呢 就是看你們想不想要加芝麻 最後裝上去擺飾的 就是裝上去擺飾的 OK OK 好 要加不加都可以 看你們小孩子的口味 好 依依幫我們分析一下 這道料理的那個營養成分 我很想 有營養成分嗎 有吧 有啦 依依幫我們分析一下 這道料理的那個營養成分 我很想 有營養成分嗎 有吧 有啦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它其實用藝人 我們說是高鮮 然後另外就是地瓜的部分 黃色食材 護眼之外 護膝 然後又可以提升免疫力 但是基本上它其實糖跟奶油 真的要稍微少量一點 所以它其實這道是高鮮料理 不過因為它全部都是澱粉類的東西 那小朋友如果吃這一道的話 其實你可以再搭配一杯滴子鮮奶 或是再搭配一杯優格 然後或者是說有一些油酪乳 它其實可以搭配一些飲品 然後加起來之後它才會營養比較均衡 對 好 了解了 大概成品就是大概長這樣 哇 很可愛 好 那當然我們今天提到藝人 我們還要再給大家一個小嘗試 小知識喔 大家要看看喔 藝人雖然營養成分豐富 但是下列哪一種狀況的藝人 是那個藝人喔 就是我們那個藝人 藝人 我們這個藝人 不適合食用藝人呢 A 水腫的藝人 B 懷孕的藝人 C 熬夜操勞的藝人 哪一個 我覺得應該是懷孕的藝人 因為我知道藝人他屬於良性 然後他會瀝尿 所以 因為懷孕的人其實是需要補的嘛 那藝人本來就瀝水腫 那熬夜操勞 其實藝人可以補精神 就是你早上一杯藝人水 其實你精神會很好 是 所以應該是懷孕 對 恭喜瑋瑜答對了 你知道我怎麼知道的嗎 為什麼 看古裝劇 對 是以前古裝劇做得有點誇張 就是說要讓他滑胎的話 就是不小心在他的食材裡面加了藝人 加了藝人 對 那因為藝人本身他會瀝水 所以其實他對水腫體質很好 但是在懷孕初期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因為怕那個養水 養水可能會因為 隨著你吃大量的藝人 而把水分流失掉 但是可能有一點擔心 所以基本上可能建議就是 不要吃太大量的藝人 不過如果你在懷孕 你不小心吃到兩口藝人 其實不用太擔心 對啦 吃兩口還好 但是我們盡量還是說 在懷孕的過程裡面 我們盡量還是不要吃到藝人這樣子 好的 今天兩位小美女的那個料理都完成了 接下來就要看看我們評審時間 到底今天瑋瑜帶來的 跟藝人玩躲貓貓 還有小豬的 滿天都是小猩猩 誰會獲勝呢 馬上要揭曉囉 瑋瑜跟小豬今天是用這個藝人 來做甜點 到底誰會獲勝 趕快進入我們的美食精神時間 那我們就先吃小豬姐姐的那個 薯餅好了 不是薯餅 小猩猩 滿天都是小猩猩 看起來就像薯餅一樣 對不對 好 好吃嗎 那個醬也要吃喔 醬超好吃的 吃光光 吃光光 中間有味 中間有味 剛剛疼妳是疼對的 是啦 好 醬好吃嗎 吃光光了 醬很好吃 小朋友這瓶子也沒抗拒能力 乖 好吃 好棒喔 接下來就要吃 瑋瑜姐姐的草莓 草莓 你們最愛的草莓 草莓還有巧克力 直接吃嗎 整個拿起來 可以整個拿起來吃 它整個吃耶 對啊 可以拿起來吃 因為它那個有奶油 整個 整個放進去 那個奶油要一起吃喔 對一起吃 奶油是精華 一口放到嘴巴裡 一口放到嘴巴裡 一口吃掉 它把它分去 我幫妳弄 沒有它這個散掉了 但它戳了一下 不還用 不還用 整口直接吃 好棒喔 好厲害喔 直接吃掉 直接吃掉 好吃嗎 好吃 漂亮啦 好吃嗎 好吃 滿口都是奶油 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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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喜歡嗎 你們兩個就是小孩啊 他還要收盤子 好乖喔 好 盤子給我 乖 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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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教得很香耶 家子銘真的很棒耶 若宇 若你來 若宇你全部吃掉好不好 什麼 好 最後一次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投票囉 好不好 來 若宇你先來投 不要怪我 乖耶 好等一下 等一下 今天雖然都是甜點 真的是有一點太甜了 但是我覺得 因為甜點裡面 其實把握一個原則 就是 最好是有一點新鮮的水果 因為它這樣其實水果的甜味 其實反而它會比較健康 對 所以其實今天草莓的部分 我覺得它還不錯啦 就是用草莓去取代一些新鮮的水果 加分 不是像今天有時候會用一些香蕉 這種型的水果 那我覺得很棒 那我覺得 個人覺得你應該會整個贏吧 一定會贏 因為它的頭改上面來講的話 但是小朋友把它的全吃完咧 但是它的部分其實有一點像是 在吃薯餅早餐的感覺 薯餅 只是用烤著 不是用炸的 它沒那個甜的 對啊 好啦 那個今天是兩大甜點PK 對 就不知道小朋友會投誰 那投票囉 好 請投票 今天是兩大甜點PK 對 就不知道小朋友會投誰 那投票囉 好 請投票 好 喜歡哪一個 好 這麼誠實 不同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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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等一下 就再給妳一個草莓 好 接下來換Ryan Ryan 那邊是草莓的 頭小猩猩 頭小猩猩 好 請投票 剛剛有做小猩猩 好誠實喔 小朋友沒辦法騙耶 你剛剛從頭到尾都在呼籲他們 他們也不管你啊 好棒喔 接下來換Rachel 我現在知道妳要投場了 妳要投誰 她投了小猩猩 妳要投小猩猩 好營養的小朋友 很乖... 我幫妳舉高高 他們只有抱抱 我們有變高高... 變高高 最後到底小豬跟鮪魚會是平手 還是說鮪魚會獲勝呢 Jasmine這票很重要囉 雅思琳 看著豬豬姐姐 我們剛剛是不是一起做愛心 那妳知道要投給誰了吧 去... 好 來 Jasmine妳要想妳剛剛吃了很多草莓 我等一下再多愛幾顆草莓給妳 妳們兩位姐姐可不可以不要利用起來 好 妳就讓小朋友專心去投票嘛 好 投票 Jasmine Jasmine 平手耶 我最好的好姐妹 Yeah 妳不要再把它賣弄掉囉 不會弄掉... 妳從後備不夠賠喔 不會弄掉 太好賣了 好 謝謝 所以今天雖然是兩道甜點 然後也滿挑戰乙里 滿挑戰營養師的底線 但是甜點真的 如果真的要吃的話 我建議巧克力真的還是選 趴數高一點 是 至少小朋友大概65%以上 他相對比較健康一點點 高趴數還可以瘦身 我跟你講 是 好 我們今天非常開心宣布 瑋瑜姐姐跟小豬姐姐 平手 平手啊 Yeah 謝謝小豬 謝謝瑋瑜 謝謝伊莉姐 謝謝四位小朋友 Jasmine 下次見囉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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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